早安新闻人先来带您关心 随着双十国庆落幕之后 前总统蔡英文将在明天出访捷克等欧洲国家 为期八天 那么具体行程是保密到家 不过呢综合外媒报道 蔡英文除了在捷克有公开演说 也将呢前往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会见欧洲议会议员 好这创下台湾卸任元首拜访欧盟总部的首例 那么外界关注了蔡前总统呢 是否会在当地时间14号下午3点 举行的外交委员上发表演说 而6月改选后的欧洲议会新届期呢 从7月开始开议 蔡英文这一趟行程拜会新一届议员 预期将受到多位对台友好议员的欢迎